第3643章 天神五重 柳无邪已经撂下狠话 云华跟云水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云卓还真是牙字必报之辈 这么快就开始强势反击 听到云卓开启第二场悬单令 备手是梁岳成的时候 周围那些修士 一脸震惊之色 反正不死不休 他不开启 你以为梁岳成就会放过他 所幸如此 还不如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川云宗一名长老 小声说道 一番话引来众人点头 确实如此 近日云卓杀了维修 明日梁岳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不知道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 面对云卓的挑衅 梁兴玄眼眸低沉 剩下这四名炼丹师 都是他从外面请回来的 无法左右他们的决定 梁成主 我可以接下悬单令 等梁岳成丹药上市之后 我要抽取三成的利润 站在鬼手铁拐王左侧一名不一老者这时候开口道 此人修为不低 达到了神王二重 不论是修为 还是炼丹术 不知要比维修高上多少 无数目光 落在那名不一老者身上 竟当圣守于广孝 没想到他已经投靠了梁岳成 精神剑宗一名长老南南说道 认出这名不一老者的来历 竟当圣守于广孝的炼丹术虽不如鬼手铁拐王 但其独特的竟当炼制手法 别具一格 算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炼丹流派 此人当年为了躲避仇家 投靠了某个小宗门 只要击败了他 梁岳成接受于兄的条件 梁兴玄没有任何迟疑 答应了于广孝的条件 他请来的这四尊炼丹师 每个人的分成条件都不相同 鬼手铁拐王要拿走三成的利润 而于广孝只能拿走两成 随着柳无邪发起了玄丹令 于广孝将之前的两成提升到了三成 跟鬼手铁拐王达到同一个层次 别看这小小的一成 一年累积下来 绝对是一个恐怖数字 随着毛楚州宣布第一环节结束 在场这些炼丹师陆陆续续离开 虽没有排名 但众人心目中 基本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目前来说 毛秋玉炼制的丹药 排在第一 其次就是神龙斧菜脂炼制的丹药 接着就是万药成一名老者 丹药质量跟菜脂不分上下 第一环节看不出什么 每个人都藏着了 并未拿出全部的实力 跟往年一样 第一环节所有炼丹师全部晋级 唯有一人惨遭淘汰 那就是维修 柳无邪跟着云华还有云水 回到了客栈 居住的地方 万药成重新安排了 这次分到独立的院子 无邪 你为何要对梁岳成发起玄丹令 进入院子后 云华当即封锁四周 一脸责备的语气 这次来参加炼丹大赛 就是要闹出大动静 才能打响名气 梁岳成不知死活主动撞上来 那就休怪我很辣无情了 柳无邪眼眸中 闪过一丝凌厉的杀鸡 你有多大的把握能赢下于广校 他的炼丹是我知道 走的是刚猛路子 承担率极高 云水这时候开口说道 我不打没把握的仗 今日有些累了 我先休息 明日一早你们再叫我 柳无邪说完 朝自己的污渍走去 白天炼丹 让他收获颇风 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需要好好巩固一番 韩西坐在床上 太荒吞天绝运转 白天炼丹的时候 体内的玉神器就出现暴走的迹象 这是要突破的征兆 如果突破到天神五重镜 自己的炼丹术又能提升一大截 体内的玉神器 不断游走于四肢 气势越来越强 院子里面被云华用静置封住了 无论闹出多大的动静 外界都无法知晓 云华跟云水并未休息 他们站在院子里面 静静地看着柳无邪的屋子 时间一点点流逝 柳无邪体内的玉神器越来越精准 宋天徽被风华杀死后 精华还没完全炼化 一直在吞天神顶中流淌 加上刚才被他杀死的维修 两股强横的能量 直接灌入到太荒世界中 不愧是人族神王静 体内的精华 与我更加契合 柳无邪感受体内的变化 暗暗说道 之前炼化的异族强者 虽然帮助他突破了修为 但一族体内的法则 跟人类有极大的区别 炼化起来 没有那么的新应手 拿出几十枚混元精 丢入吞天神顶中 除了这些外 柳无邪又拿出两枚长生造化丹 两枚子元清虚丹 这是他身上仅存的几枚丹药了 丹药入口即化 又是一股强横的能量 注入到四肢百骸 太荒世界传来阵阵雷鸣之声 宛如真龙咆哮 神魔九遍不停运转 每一寸肌肤 每一寸骨骼 都在经历蜕变 魂海中的魂力 同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 八大是海 每一座是海中的魂力 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如果能修炼一门厉害的玉魂术就好了 之前修炼的灵魂技法 远远无法满足我现在的需求 柳无邪一边修炼 一边暗暗说道 玉魂术类的攻击法门 非常稀少 一般的玉魂术柳无邪还看不上 上好的玉魂术很难接触到 天神五重门户缓缓浮现 柳无邪没有任何迟疑 调动所有的玉神器 形成排山倒海之势 轰 强横的撞击力 犹如强风过境 将天神五重大门 碾压成了鸡粉 无穷无精的天地法则 从四面八方袭来 已经是傍晚时分 云水跟云华依旧没有休息 就守在院子里面 默默地替柳无邪护法 能突破到天神五重镜 宋天辉功不可没 接下来是稳固境界 柳无邪放慢了脚步 境界提升后 所有新神全部投入到神丹路中 境界越高 掌握的炼丹手法越熟练 之前很多无法掌控的炼丹手法 在这一刻 豁然开朗 境界提升 改变的不仅仅是修为 还有柳无邪的炼丹术 神丹路中记载的炼丹术 他已经掌握了七成左右 想要彻底掌握 最少也要达到神王近层次 越到后面 越难领悟 许多罕见的刻画手法 需要神王法则作为支撑 不达神王近 根本无法刻画出来 那种鬼神莫测的单纹 各大宗门住处 回到休息区域后 都在议论白天的事情 玉儿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认识那个叫云浊的人 白天的时候 明仪大师 一直注意弟子脸上的变化 发现玉儿的目光 一直落在那个叫云浊的人身上 有过几面之缘 玉昭君并没有撒谎 他跟柳无邪 确实只有几面之缘 自从山脉中分开后 拍卖会见过一次 武神大比见过一次 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 他真实身份是谁 明仪大师早就看出来了 云浊并非他真实身份 这个我不能说 玉昭君脸上流露出为难之色 虽然他不知道柳大哥为何要这样做 但是他相信 既然柳大哥这样做了 肯定有自己的安排 能让你如此关心 除了他 应该没有其他人了吧 明仪大师对自己这个弟子 太了解不过了 从小看着玉昭君长大 他的一举一动 都瞒不过自己的眼睛 师父 你不能泄露他的身份 被师父猜出来 玉昭君一脸焦急之色 上次拍卖场星空甲昼 也是他送给你的吧 明仪大师是一玉儿稍安勿躁 如果他拆穿柳无邪的身份 也不会等回到自己的院子才提及此事 完全可以白天的时候拆穿 恩 玉昭君知道自己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师父 你这丫头 为何做事情之前 不跟为师商量一下 白天的时候 你可知道有多危险 听到弟子承认 明仪大师一脸责怪地说道 明明是他们欺负人在先 玉昭君都起小嘴 白天那么多高手欺负柳大哥一人 才忍不住出手 他身上的唤醒符非常巧妙 连神王静都无法分辨 你是不是也掌握了 明仪大师倒没有真的怪罪自己的弟子 只是希望他以后做事的时候 不要冲动 幸好白天他在场 如果自己不在 面对梁昕玄他们的进攻 以玉儿的能力 肯定无法抵挡 我没有完全掌握 玉昭君摇了摇头 虽然他也参悟了天师秘露 发现自己的福到天赋 远不如柳大哥 他也尝试过刻画唤醒符 论完美程度 跟柳大哥还有不小的差距 你的意思 他的福到天赋 比你还高 明仪大师眼眸中透着一股不可思议 玉昭君默默地点了点头 没认识柳大哥之前 他的福到天赋 在中三玉 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奇怪 这小子既然福到天赋这么高 为何一直不显山 不显水 明仪大师眉头紧皱 武神大比柳无邪凭借强大的武道修为 击败各路高手 当初他还以为 柳无邪只是一件网夫 现在看来 柳无邪远要比他想的还要复杂 不仅武道天赋其高 福到天赋还在玉儿之上 如今又在炼丹树上大放异彩 这个世界真有权能行人才吗 我也不知道 柳大哥一直低调行事 欲昭君摇了摇头 这些年追求他的天骄不计其数 无一不展示自己的天赋 从而引起他的关注 柳大哥倒好 默默发展 从不在乎什么虚名 明天炼丹大赛结束后 你带我去见见他 明仪大师沉吟了一下 决定要见见柳无邪 第3644章 昨日重演 一日凌晨 经过一晚上修炼 柳无邪境界攀升到天神五重后期 咚咚咚 外面传来敲门声 从床上走下来 打开屋门 云华跟云水已经等候多时 无邪 你突破了 昨天云水跟云华两人 轮流手在外面 以防半夜有人偷袭 恩 柳无邪点了点头 时间不早了 我们出发去炼丹广场 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是上午时分 三人离开院子 朝炼丹广场赶去 此刻炼丹广场 早已人满为患 昨日炼丹之事 已经传遍天下 维修开启悬丹令 最终被反杀的事情 被人津津乐道 可能是受到悬丹令的影响 今日前往炼丹广场的修饰数量 明显要比昨日多了不少 已有几百年没有人开启悬丹令了 当然不想错过这场盛世 许多修饰连夜赶路 今日一早刚抵达万耀城 云滑跟云水 带着柳无邪穿过人流 很快来到指定区域 已经有大半的炼丹师 抵达现场 等待炼丹大赛开启 等了约莫小半个时辰 所有炼丹师全部到场 今日是炼丹大赛第二轮 跟昨日一样 材料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跟昨日不同 今日炼制的丹药难度提升了很多 就算是一般的神尊级别炼丹师 也有失败的可能 毛楚州话音一落 两枚弦丹令从天而降 柳无邪打出一道手印 本命魂魄进入其中一枚弦丹令之中 另外一处 与广孝同样打出一道本命魂魄 签订契约之后 双方可以进入炼丹环节了 那个云卓看起来很普通啊 怎么会赢了维修 在场许多修士 今日刚到不久 对昨天发生的事情只是有所耳闻 以为云卓是某个强横的老古董 是不是有真本事 今日便能分晓 周围那些修士出言负贺 在众多议论声中 炼丹广场上升腾起一道道火焰 受到玄丹令的影响 无数目光落在云卓跟于广孝两人身上 于广孝号称精当胜手 一出手就闹出极大的动静 他掌控的是穷奇烈焰 十分狂暴 炙热的气息 逐渐蔓延到四周 反观云卓这边 依旧是地心神火 跟昨日没有太大的变化 包括他的炼丹术 也是平平无奇 今日炼制的是万古戎灵丹 此丹药有诸多妙用 可容会通灵 提升修饰的魂力 在场大部分炼丹师都懂得炼制 想要一次性就炼制出来 可不是那么容易 丹药品质越高 出丹率就越低 有些炼丹师 需要炼制两三炉 才能成功一炉 轰 炼丹刚开始 炼丹广场上就传来了炸炉声 一名天神静炼丹师 灰头土脸地离开炼丹广场 失败意味着淘汰 没有资格参加明日炼丹 大赛了 斩查时间过去 炼丹广场上又传来三道炸炉声 随着时间的流逝 淘汰的炼丹师越来越多 大部分都是天神静 吼 半个时辰过去 一道恐怖的兽吼声 响彻炼丹广场 不愧是金刚胜手 竟然演化出来穷奇虚影 于广校头顶上 盘踞着一尊恐怖的神兽虚影 正是神兽穷奇 跟蔡之的麒麟虚影略有不同 于广校凝练出来的穷奇虚影 充满着暴力之气 似乎有暴走的迹象 这一场 那个叫云拙的富人 必输无疑 跟于广校相比 云拙太普通了 普通的让人生不起一丝观看的欲望 炼丹手法从未见过 火焰也是一伙排行榜靠后的地心神火 跟于广校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炸炉声还在持续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 毛秋御医就是第一个结束炼丹 浓烈的药香 弥满苍穷 柳无邪清晰地感受到 这些药气似乎被某股神秘的能量给吸收了 万药成秘境 需要吸收万药之气方能开启 几万名炼丹师一起炼制 虽然丹药相同 但蕴含的药气 还是有些区别 炼丹炉打开 几时到光滑冲向苍穷 要比昨日清云丹释放出的光泽更强 好强的药性 这个毛秋御真不简单 他的炼丹术 已经超过了许多老古董 随着毛秋御打开炼丹炉 无数宫围声响车四周 接着又有好几名炼丹师结束炼丹 他们炼制出来的万古熔灵丹 跟毛秋御不相上下 只是数量上 没有毛秋御那么变态 炸炉声渐渐停止 这一轮居然有100多名炼丹师惨遭淘汰 已经超过半数的炼丹师结束 剩下那些炼丹师 不是技术不够 就是手法偶尔出现错误 于广孝头顶上的穷奇虚影咆哮之后 迅速将炼丹炉包裹起来 今日这一战 他不敢败 所以将压相比的绝活都拿出来了 输掉 意味着死亡 于广孝结束了 不知道成绩如何 穷奇虚影缓缓消失 于广孝停止刻画丹文 目光朝云卓那边看过去 就在他结束的那一刻 云卓那边也结束了 两人好像商议好了一样 第二轮依旧没有排名 成功炼制出丹药的炼丹师 晋级明日炼丹大赛 失败的那些炼丹师 只能沦为看客了 云卓 今日我会让你说的心服口服 于广孝当先一步 打开自己的炼丹炉 二十枚万古荣灵丹 静静地躺在里面 磕磕饱满 粒粒圆润 周围那些炼丹师纷纷上前 查看丹药品质 十二枚几品 八枚上品 开口说话的是 流星山庄一名炼丹师 这个成绩 绝对能排进前一百了 这一战 云卓必败 成绩公布的那一刻 四周传来阵阵惊呼声 云卓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打开炼丹炉 一些好事之人 急忙催促道 他是不是害怕了 为何迟迟不敢打开 见云卓无动于衷 一道道嘲讽声在四周响起 面对四周冷嘲热讽 柳无邪面无表情 从他脸上 看不到一丝波动 云华跟云水一脸紧张 虽然他们相信柳无邪 但这可是生死之战 云卓 如果你怕死 那就乖乖的跪在我面前 我可以考虑留你一条狗命 见柳无邪迟迟不肯打开炼丹炉 于广孝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 在所有人看来 云卓肯定是害怕了 才迟迟不敢打开 你就这么自信能引我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淡淡的嘲弄 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番话 却对得于广孝差点暴走 成口舌之力 既然我们签订了玄丹令 生死各安天命 赶紧打开炼丹炉 于广孝就差破口大骂了 让云卓赶紧打开 既然你迫不及待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柳无邪轻轻一拍 炼丹炉打开 浓烈的药箱 瞬间弥漫出去 跟昨日一样 单韵光滑内炼 不像毛秋玉炼制的丹药 光滑外露 给人一种滑而不实的感觉 打开的那一刹那 周围几十名炼丹师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迅速围了上去 查看炼丹炉中的情况 此刻虚空上 同样聚集大量的炼丹师 他们从空中俯瞰 可以更清楚地查看 炼丹炉中的情况 思 围上去的那些炼丹师 齐齐倒吸一口凉气 没有靠近的那些羞氏 一头雾水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里面的道友 快说说什么情况 到底炼制出来了几枚丹药 站在远处的那些羞氏抓耳挠腮 迫不及待地问道 站在空中的各大宗门强者 此刻也是一脸蒙逼 他们面面相去 从每个人脸上 看到了不可思议之色 见鬼了 真是活见鬼了 聚集在炼丹炉四周的几十名炼丹师 像是见了鬼一样 每个人脸上表情十分怪异 一枚极品 两枚极品 第一个抵达的那名修士 开始整理柳无邪炼丹炉中的丹药 将里面的极品单独列出来 清脆的声音 响彻整个炼丹广场 大家全部屏住了呼吸 不过天神级别炼丹师而已 竟然引起这么多人关注 不知道为何 与广校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昨日川云宗长老打开柳无邪炼丹炉的时候 也是这副表情当时齐齐倒吸一口凉气 难道说昨日的一幕 今日又要重新上演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于广校穿过人群 直接走向柳无邪面前 他想第一时间知道 云拙到底炼制了几枚万古绒丹丹 五枚极品 六枚极品 整理丹药的川云宗长老 小心翼翼地检查丹药品质 拥有九道丹文 才能称之为极品 他挑选出来的这些丹药 每一颗上面 珠光流转 九道丹文犹如九条灵石一般 相互缠绕 同样都是极品 柳无邪炼制出来的丹药 明显是极品中的极品 随着川云宗长老一个数字 接着一个数字爆出来 于广校身体竟然战斗了一下 九枚极品 十枚极品 每一个数字 像是一记闷锤 狠狠地敲在于广校的身体上 他炼制出来十二枚极品 云浊这边已经数出来十枚了 十一枚极品 十二枚极品 川云宗长老说出十二枚极品的那一刻 于广校身体一个猎切 险些一头栽道 站在远处的梁星玄 眼眸中流露出恐怖的杀气 通过苍穹上那些人的表情 他应该猜到了结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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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